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时间修炼,或因为无足够的财力不可能放弃工作 但我们一生之中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实际上是可以有效利用的,那就是睡觉 如果能一边睡觉一边练功,不失为一个好的修炼方式 今天小万将会给大家揭秘在道教和佛教中该如何做 在道教中这套功法是陈团老祖第四十二代传者南云大师所授 五龙盘体功是在睡觉前或睡眠中修炼的一个方法 姿势 採用五龙盘体式,所谓五龙乃是指两手、两腿和躯干 这五个部位要盘曲如龙,古称五龙盘体 具体姿势如下 一、身体侧卧 向左向右均可 古称左龙右虎,都是练功的好姿势 二、以左侧卧为例 把左手大拇指轻轻放在耳垂后面的凹陷中 食指和中指贴着左太阳穴 无名指、小指自然分开赋于头侧 左肘弯曲贴靠胸内,复枕而眠 三、右手屈肘 张掌心劳工学贴于左肩肩颈穴上 右肘轻搭在左肘上 四、左腿在下 屈膝全躯 犹如弯弓 弯曲以自己舒适为度 五、右腿微曲 重叠在左腿上 右脚在左脚跌扬穴 左腿贴右腿脚后跟 六、双目微臂自然呼吸 全身放松 将所有的事情放下 练功方法 一、首先由下到上 再由上到下地放松一遍全身 二、放松后思想集中在耳朵上 注意倾听呼吸的声音 意念随着一呼出气一吸进来 使意与气合 同时让头颈随着呼吸 呼气时微微外深 吸气时微微内收 要用意不用力 以外形指稍稍有些动作 外人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为度 这是使行与气合 如果意、气、行三者合为一体 慢慢过渡到自然而然 无需用意 则三者都能自动运转 则身心清静 呼吸自然变深变长 乃至进入胎息 练到一定程度 呼吸有时会发生变化 如单吸不呼 或单呼不吸 或不吸不呼 一切要顺其自然 不能有意强求 功态中如果想翻身 则可由右卧转身 变成左卧 方法姿势一样 为动作左右互换 姿势不可散乱 练功中如果睡着了 不必管它 功态中睡着 与平常睡眠不同 由于一念贯穿 在睡眠中 仍旧在自动练功 第二天醒来时 如果姿势已散 则仍要恢复卧姿 再练习三到五分钟 然后按照 身心一体功方法 收功即可 注意一定要收功 需注意 任何功法 唯有收工才是修 否则虽然会对身体产生一定好处 但并非休息 睡姿最好慢慢养成习惯 即使夜间翻身也不散乱 为左右互换 则肝肺气血自动调和流注 使睡中得意更大 收工方法 把意念集中到肚脐下单甜处 心里默念 引气归圆 收工圆满三遍 然后慢慢转动眼球 左转三圈 右转三圈 然后轻轻活动头部 肩部与身体 动作要由小到大 再搓搓脸 梳梳头 然后缓缓坐起 注意不要马上喝水 吃东西 及剧烈运动 要等身体慢慢恢复到常态 心率也由慢转到正常速率时 再进行日常活动 练习侧卧时枕头要比仰卧略高一些 一般以自感舒适为度 道教如此 那如何将念佛法门渗透到睡眠里面呢 佛弟子卧时要吉祥卧 就是向佛右侧卧的那种睡眠姿态 不要阳体卧 也不要向左侧卧 更不能俯卧 这些姿势都不对 吉祥卧的时候念佛也不要间断 但这时候不要念出声 要默念 随着鼻子的一呼一息 来细援助佛号 息的时候念阿弥 呼的时候念佗佛 千万不要念出声 因为卧时念佛出声 不仅会伤气 影响睡眠 还不恭敬 这里特别谈一下 怎么在睡眠当中贯穿佛号 梦中也不间断 其中有一些微妙的道理 需要我们用心去体察 善导大师曾经有过一个祷告词 就是在睡前做两种祷告 先合掌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 三声南无观世音菩萨 三声南无大事至菩萨 三声南无清净大海重菩萨 念完之后就祷告 弟子业障深重 轮回六道苦不堪言 今生何性遇到善之时 闻到净土法门 愿佛慈悲哀怜射受 祷告希望佛哀怜射受自己 第二个祷告就是 弟子业障深重 不识弥陀向好光明 愿佛慈悲哀怜 梦中视线 就是希望阿弥陀佛梦中视线 祂的向好光明 以及观音、世智和净土 依正庄严 愿我在梦中了了得见 这两个祷告你若常常做 确实是会有作用的 因为阿弥陀佛在梦中 做佛事的微神愿力 它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 有求必应 只要至诚恳切地这么祈求 我们在梦中还真的 就会有好消息 就会见到阿弥陀佛 或者西方净土的境界 当然由于我们很散乱 有时候显现的西方圣境 不一定看得很清楚 但是偶尔会追忆到 好像梦中显现过阿弥陀佛 分析梦境就能知道 我们夜时心中哪个烦恼重 那方面显现的梦境就会多 所以我们通过修行 熏习夜时心 实际上就是改变梦境的过程 我们为什么要以八苦为师 因为只有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才会想到求佛拯救 做梦娶媳妇呀 当官呀什么的 你都甜甜蜜蜜跟着走 就想不起念佛了 所以要是睡眠状态 有净土修道的气息 你一定要细念这个名号 要随着呼吸系念名号 秋天秋高气爽 不冷不热 清风拂来 那是清凉万里呀 明月照过来 清灰洒在床上 你的睡眠状态就很清凉 夜三更是紫时 即晚上二十三点到第二天 凌晨一点 正是沉睡之时 很多心理学家做过种种实验 这时候人的心理活动并没有停止 常常会做很多梦 不同的梦显现的电波波动是不一样的 虽然你好像睡着了 没有五欲六晨的干扰 但是意识心还是没有断 这是色、受、想、行、时中的行韵的作用 由于我们心识的作用没有中断 所以就会显现种种的梦境 我们如果不修行 不在心性里面深重敬业的种子 那这个梦境中呈现的一般都是世间的东西 而且由于作恶的成分很多 常常是恶魔占主导地位 现在我们就要使梦境中有着佛号的信息 有着莲华的信息 净土莲华的信息进入我们的梦境 就能够转那种恶的、庸俗的 或者琐碎不成片段的梦 形成一个美好的境界 在梦中念佛的信息场还在延续 所以很多净土宗祖师也说 最高的境界就是你梦中还在念佛 细缘着佛号 实际上睡眠跟念佛可以同时并举 睡眠就是充电嘛 就是使前六时处在一种休息状态 以使第二天精神饱满 如果在睡眠当中细念佛号 那梦中显现的肯定就是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如果一觉醒来 马上能够回忆起曾经做过的梦 说明你的心智就处在比较明晰的状态 但很多人常常是醒来后把梦境都忘得一干二净 这就说明心比较暗昧 还有有功夫的人在梦中知道自己在做梦 能在梦境当中观察自己的梦境 说明他心性的力量就更高 如果能在梦境中观察自己的梦境 就可以转变梦境 把不好的梦境转变成好的梦境 能在睡眠当中转梦境 那么在醒觉状态当中 他心性的力量也能转现前的境界 由于我们当下也是在做梦 只不过这个梦大一点而已 心性比较好的时候 睡眼朦胧时 能依稀看到诸佛现前 醒过来马上追忆 就能够回忆起梦里看到的 阿弥陀佛西方净土 能回忆出连台楼阁的样子 所以这个梦境是一个很神秘的世界 自古以来有很多梦中启示的例子 甚至民间有些信仰 他想求什么就在什么地方睡一觉 在梦中交感他的神灵 来求什么东西 或得到某种启示预测等等 净土宗善导大师提供的这种方法 是透过这两个祷告来信念佛名 让我们梦中的境界得以转换 跟西方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愿力得以对接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道教和佛教睡眠时 该做的修行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